法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 請管碧林委員並接著發言登記 主席各位同仁 針對中國抽砂船違法盜採 台灣海域砂石情形日益嚴重 本院今日審查土石採取法第36條修正草案 依照本席所提版本三讀通過 未來在台灣海域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公告之金門馬祖及南沙等地之水域 也就是我們所畫的禁止海域及限制海域違法抽砂者 將引入刑責抓到就關 處一年以上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同時得病科一億元以下之罰金 把原來的上限五百萬元提高為一億元 而且我們在條文中也名列 犯罪所用的船舶等機械設備沒入之後 還可以不必替替日費時的等待拍賣 我們可以專案直接廢棄 甚至於留下來作為公用 讓違法的船舶可以快速地去化 讓中國的抽砂船再無僥倖的機會 這個修法是本席最早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就提出應該要修法作為 遏止中國違法盜裁SARS的惡行 今年五月率先提出大陸交層海域法 之後一直到十二月的時候 行政院終於也隨之提出相關的法案 本案以及接下來的第九案 中華民國經濟海域及大陸交層法 兩個法雙雙修法 我們對中國盜裁SARS予以重罰 再也不會忍耐 再也不會姑息 我們希望很快能夠達到遏止的效果 謝謝 謝謝 繼續進行討論四項第九案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交層法 第十八條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由委員登記發言 首先請張祺路委員 並接著登記發言 主席各位大院委員 非常高興今天我們能夠順利的通過了 中華民國經濟海域及大陸交層法 以及剛剛才通過的土石採取法 其實我想這兩個法案 它最重要的目的都是在為了解決 最近大陸籍的抽紮船在我國 不管是我們的領海或者是禁制海域 甚至是我們的經濟海域中的違法的形式 我們這兩個法的修改 其實增加了刑責跟罰金 我想對於後續我們整個嚇阻 這個大陸抽紮船的這個效果 一定會倍增 我們也能夠希望也藉著讓司法單位 他可以有更彈性的這個處理 像後續像他們這種違法的抽紮船的這種 適樣 試態 能夠給予這個比較彈性的這個方式 相信這些都可以比較能夠 對於我國這個海域的生態保護 會得到一個更加的這個處置 跟這個妥適的這個政策的這個方案 那當然在這一次的這個修法過程中 本席這邊也提出了兩個附帶決議 也很高興都能順利通過 第一個就是要求各部會 要沿你成立一個跨部會的工作小組 來協調關於未來在這一方面的這個執法 它的這個SOP的建立 還有關於整個資源的這個回復的這個部分 並且要將這個成果能夠公告周知 那第二個這個附帶決議就是 關於因為這個海洋資源的這個種類豐富 它並不只限於現在的這個砂石的問題 其實還有像是漁業 甚至還有一些礦物 像是未來像是可蘭冰的這些項目 萬一也會遭受到這樣 比如說一些違法越界的這種船隻的這種 這個採取的話 我們又要如何處置 像這些等等 都是可能要未與籌謀提前部署的部分 所以其實在此 本席也藉著這個附帶決議的部分 希望這個各跨部會的這個相關單位 能夠以資源盤整的方式 來做好這些方向 最終我們還是希望有一個更好的這個 海域的管理的這個綜合的這個法規 未來關於海域管理法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唱 接著請管碧林委員 關閉你們不發言 接著請李德維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今天我們這個相關的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 以及大陸交成法第18條及第20條條文的修正草案 三讀通過 我想在這裡 本席要代表我們國民黨三位 包含林思敏委員 魯明哲委員 以及謝伊鳳委員三位 因為這三位分別提出相關的修正的法案 因為在這個部分裡面我想大家對於現行的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的 以及大陸交成法的法則 大家都覺得過低 那如何來維護我們中華民國相關的經濟海域 我想這幾位委員都有非常多的貢獻以及付出 所以本席在這邊也代表這三位委員來提出發言 那我們相信今天這個法案三讀通過了以後 不管是行責加重從一年到七年 甚或罰金在一億元以下 我們都希望對於未來的執法有相關的助益 能夠對於我們中華民國的經濟海域的保育 以及維護有所助益 所以在這裡我們非常的開心 今天這個法案能夠通過 當然也希望我們的政府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包含對於中國大陸兩岸經濟海域的這個部分 我們如何來加強我們的執法 能夠維護我們的領海 能夠得到一個更好的共識 我們希望這個法律的通過 對於未來的執法有更多的注意 謝謝 謝謝 謝謝